罗网真的如同眼日所说 被帝国选中了吗 罗网的历史非常久远 但这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心而已 真正的罗网 硬实力其实也就那样 弦简是罗网天子一等杀手 首识夜王名剑之一的黑白弦简 不可否认 它确实强 证明时期可以力压年轻的纵横任何一人 但黑白弦简实力在提高 纵横二人实力也在增长 等到纵横二人成长为超一点水平的时候 黑白弦简却失踪了 刚开始以为天言是罗网的忠实手下 竟然一夜为罗网卖地 但没想到是第六部来了个大凡转 天言居然不是真心效力罗网 他一直在给反军联盟的张良传递信息 这声明他和罗网不需要挑衅 而六剑奴就是六个工具人 当然六剑奴组合实力非常强 但它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 六位一体从不分开 情绪中不适于它们的组合非常多 其有三节 纵横合璧 农家六长老 还有阴阳三花 也可以和他们较量一下 再次的还有农家的帝泽二十四 看来看去只有眼日是罗网的排名了 从天久就一直给罗网打工 移民身份尊贵 却担心给赵高当手下 而且一当就是几十年 现在看来 罗网靠的也就只有六剑奴和眼日了 六剑奴还只能负责单一目标 不能分开 眼日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 其他等级杀手根本比不了大用 怎么看罗网势力都不算强 也就只能引压人宗 这种人才凋灵的门派 想要帮我们对此有什么方法呢